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是农历新年期间 按照传统习俗来说呢 都要 那刚好我也想把我的纸胶带们 搬一个新家 那我们今天就要进行这一项 重大工程 所以刚开始收集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些纸胶带放在很多不同抽屉的某一些角落里面 所以就是连我的抽屉都有 超奇怪 所以那时候空间就很充足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的馆藏越变越多 所以需要的收纳空间也越变越大 就从像这样子食品的礼盒 这样子的盒子 这个是金纱的盒子嘛 面熟面熟 金纱的盒子 还有纸袋 还有原先的抽屉我都需要来摆放 其实整体上还算是堪用 只不过就缺少了这么一点点一致性 所以今年呢就找一个风格比较一致的收纳空间 来当成他们的新家 那我就上网到处搜寻 还是卖场晃文晃 最后就决定要买这个MUJI的收纳盒 来当成我纸胶带门的新家 先来装第一层 我没有什么收纳的风格欸 我就只是想说那不如就按照我看到谁开心我就先放谁 好烂喔 需要一个风格吗你觉得 到底为什么要整理 这样跟之前一样啊 要把相同花色 就类似花色的放在一起箱里面比较好 还是按照品牌 我不知道啊 你人生要自己想办法 我的话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可以 按照颜色比较美 嗯好吧 那我就 两个就是搭配着混就用好了 就先把品牌好了之后我再把颜色也放上去 你很随波逐流欸 对啊 其实在买的初期 就应该要好好整理这些东西 你醒悟的太晚了吧 他们有点太奔放了 太奔放了吗 也 对啊 乱乱乱乱乱 我这边现在放的全部都是MT的纸胶带 还有橘水 想说看他们两个可不可以先把这一盒拼完 结果发现好像没有办法 好像很高贵欸 非常快 对啊 你看还那么抠 还可以奔跑 好像买太少 我又押韵了欸 意思就是我还要继续买 这是一楼 现在目前看到的这边都是属于去文创世纪的设计师款 那这边呢是出国旅游特别去买的那种 比方说Coco Friends啊 美少女战士啊 还有小小兵这种有主题式 这是二楼 像这里都是那种 超商以前 蛤 几点哦 对就是那种过年的时候超商送的啊 或是什么的活动的时候 然后这边是 朋友淘宝给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意涵 就是等一下我放了进来的 我就把它就放进来 其实是整理就是 把他们通通塞进去 嗯对啊 现在看到的是三楼 可能会有一点点乱的感觉是 因为这个品牌的纸胶带 它实在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收纳 从第四盒以后主题全部都是 我还没有建档 建档是 就全部都还没有做 还没有建立百科图件 对还没有做那个指教带目录的 我现在进入了第四层楼 可能请问你这个 这一盒里面有 还有何种可能是什么 分装片 但是我想说也不知道他放哪里 就不如给他一个家好了 就是 房子里面总是会有套房 你要放吗 自己一间房 五楼来了 这边一样是全部都还没有入库的指教带 现在来看到的是六楼住户 这边呢 因为这个品牌指教带真的比较不好收纳 所以我又单独给他把其他我放不进去的都摆在这里 那还有剩故宫的指教带 之后还会再专门做一集故宫指教带 所以他们就先暂时住在这边 好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指教带的搬家作业 完成了一栋六层楼的公寓 还有这个透天措 以及这个放不进去的教带 它是海菜吗 嘿嘿这一种 它是城市 有机会再来看啦 但是它蛮美的 只是就太大放不进去 它是我看过史上最大欸 还有更大的吗 应该还有 很厉害欸 它当初买了六个收纳盒 目前看起来是全部都放好东西了 不过还是有这么一些空间 所以未来还可以再买其他指教带 来把它补充到满 这个透天措也还是有一点点空位啊 对 大概两个床位吧 没有它这边可以挂一种牌 等到我把这些指教带全部都入库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们拆开包装串起来 你可以在那边放就是很常使用 或者特别喜欢的这样 就是没事可以拿起来拔挽一下 没有错 所以今年了 所以今年了 请问为什么要恢复西米盒 哦 因为刚好拿在手上 都不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的指教带收纳 那先请拿来收纳用的这些盒子呢 也不会浪费 可以拿来装一些笔记本 或者是其他的文具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您有不同的收纳方式 或是您也很喜欢指教带 还有文具的话 也欢迎告诉我们哦 当然也要订阅按照里分享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下次见 拜拜